今天天氣怎麼樣呢 先來看到台北市的天空 一大早在台北市就感覺到陽光還蠻強烈的 今天在台北還有新北紫外線都是過量級 溫度恐怕都會超過36度 而且接下來幾天很有機會會超過37度 在體感溫度的話更是來到40度到41度 這幾天大家說有機會出現累熱浪嗎 太平洋高壓影響接下來至少一連會熱5天 還有專家預測的數據 極端高溫在台北的話新北的話 很有機會來到39度 而且可以看到整個台灣是一片紅通通的 最高溫都可能會出現37到38度 都會區還會因為熱導效應熱上加熱 大家真的要做好準備 不過熱浪其實有一個很嚴格的規定 是要高出當地氣候平均值5度以上 而且要持續5天 所以台北7月的平均溫度來說 要連續5天達到40度以上才算是熱浪 今天的天氣我們先來看到紫外線今天也是非常強的 在東部的宜蘭台東還有南部的屏東高雄台南還有澎湖 都來到了11的危險級 曬15分鐘就會造成傷害 而北部中部還有其他各地也都是過量級 曬20分鐘就會造成傷害 這種傷害不光是皮膚的曬傷 還有可能會包括眼睛的傷害像是白內臟 甚至是黃斑部病變等等的風險 所以記得出門不只要戴好陽傘帽子 也要特別注意戴上防UV的太陽眼鏡 而今天高溫的預期在橘色燈號部分 有花蓮縣縱谷新北雲林高雄宜蘭 要特別注意的是今天在花蓮的橘色燈號 意思是有機會出現38度以上的高溫 另外在新北雲林高雄宜蘭都有機會來到連續36度的高溫 還有黃色燈號的部分是台北 台南 屏東近山區或河谷 還有台東縣縱谷 高溫也都有機會來到36度 來看到衛星雲圖 太平洋高壓來到台灣東部的海面 台灣受到高壓影響 天氣總規矩就是熱 除了大台北 雲林南部還有東半部可能會來到36度以上 各地的高溫普遍也都有32到36度 而且可以看到受到高壓下沉氣流的影響 台灣附近幾乎沒有什麼水氣 所以高壓下沉氣流還有比較乾燥的空氣 讓今天午後雷陣雨的範圍縮小到山區附近 山區可能還會有一點點零星的短暫陣雨 而其他大多地方可能就不太會有午後雷陣雨來消暑了 雲量也變少了 所以高溫會上升得很快 而且很可能一路就會熱到晚上 接下來幾天的溫度都會很熱 而且隨著太平洋高壓的中心越來越接近 星期六就是大暑了 天氣也很應景 星期六星期天高壓中心會直接籠罩台灣 整個東亞的熱區就會在這一帶都會是非常高溫的熱區 預期一直到下星期一台灣都會受到高壓籠罩 非常的高溫酷熱 尤其是星期五到星期一大台北地區還有花東縱國的溫度 都可能會超過37度以上 要到下週二 下週三 太平洋高壓勢力稍微減弱 台灣雖然還是會受到影響 高溫炎熱 但是午後雷陣雨又會出現了 又會恢復到西半部的地區還有東半部的山區 會有午後雷陣雨來消消暑 下雨的部分最近幾天都因為高壓勢力強 今天一直到下週一幾乎都是在中午過後 各地山區會下一點點零星短暫陣雨的情況 所以我們看到溫度的表現 今天在北部地區高溫來到了36度 明天還有星期六來到37度 星期天星期一更可能會來到38度 還要特別注意這是平均的溫度 所以部分的地區溫度可能會更高 在大台北地區要小心恐怕會有更高溫出現 中部地區的話 這一天白天高溫34到35度 清晨入夜有28到29度 一樣少了午後雷陣雨來降溫 到晚上也是滿悶熱的 室內也要記得開一點空調調節溫度 南部地區的話 相比北部因為有海陸風環流的調節 反而沒有那麼熱 白天高溫有33度 晚上還是有29度 也是要記得盡量待在陰涼的室內 也要注意每個小時都要補充水分 東部地區的話 平均高溫有32度 清晨入夜低溫27度 但是在花東縱谷 今天有機會來到38度高溫 要特別注意 所以可以看到未來五天 一直到下星期一直都是 各地都是陽光普照的艷陽天 天氣很穩定 也沒有什麼午後雷陣雨 但是感受上就是會非常熱的 不少地方的體感溫度 可能都會超過40度了 也要特別注意 幫你整理今天氣象重點 太平洋高壓越來越接近台灣 天氣也越來越穩定高溫 今天在花蓮縱谷 有機會出現38度以上高溫 這樣子的高溫 一直會至少會熱到下星期一 下星期二 下星期三 還是很熱的 但是稍微會有午後雷陣雨來降溫 都會區域不只天氣熱 還容易受到熱島相影影響 恐怕會熱上加熱 尤其大台北盆地 預期至少會來到37度高溫 而且還可能會有更高的溫度出現 除了這個週末的活動安排 除了山區之外 各地都不太用安 不需要安擔心 遇到午後雷陣雨來攪局 反倒是要注意太熱了 之前可能是中午前後兩小時 會熱得比較明顯 但是最近幾天 可能會從早上九點開始 就熱得不太舒服 一直到下午三點這段時間 盡量避免待在戶外活動會比較好 以上就是這節氣象 把時間交給晨熙